1. 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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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各位介绍童孔 童孔 其实他是一个桃花器物 他是一个桃花器物 其实各位你在认真的时候 专注在一件事的时候 你很专注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最迷人的 为什么 是因为瞳孔会放大 瞳孔会放大的原因 所以说瞳孔放大会很迷人 现在就有一个桃花器叫瞳孔放大器 一下去瞳孔跟 那个少女漫画的一样 水汪汪的 所以各位 你瞳孔他可以是一个桃花物 所以说可以去 女生就可以用瞳孔放大器 男生用瞳孔放大器吗 没有什么时候瞳孔会放大 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跟女朋友约会的时候 就找光线暗的地方 带他去电影院 暗门孔 瞳孔会放大 你超帅 你假如跟他在麦当劳 他又刚好在玻璃旁边 太阳照的 瞳孔小不拉机 小不拉机的 超没魅力的 所以说各位 瞳孔的秘密 瞳孔的秘密 各位好好的去应用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